这个机器要一根电源线和软件 这个是排章的软件 首先把软件装到电脑里面以后 然后在软件里面排好章以后 打印到硫酸纸上 打印到硫酸纸上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电源线插上 它后面接起来 然后剪一块锯纸膜 把锯纸膜和硫酸纸 它们三个 把打印好的章放到最下面 然后把锯纸膜放到中间 章有一个正反面 把正面跟它连接到一起 扣在一起 然后这样放好 最上面是章料 中间是锯纸膜 然后下面是硫酸纸打印好的章 然后把这个打开 放进去 分进去以后把这个盖起来 压上 然后打开开关 红灯就说明它那个通电 通电了以后 这是个电流表 等它这个走到这个0.8的位置的时候 绿灯就会就会就会亮起来 然后显示停止 这个时候就可以曝光了 点按下这个启动 这样曝光一次曝光就完成了 如果是一次曝光感觉就是说效果不好的话 可以曝光两次 就是说曝光完了一次 完了一次一次以后 如果是你开着电源的话 它还会继续走到0.8的位置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开关给它关掉 关掉以后 再曝光一次 这样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 这个章就完成了 然后把上面涂一些油 涂一些油以后 等它完全吸收了以后 把它擦干净 擦干净以后 在纸上 就可以印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